各位朋友,各位同學 45號馬斯克在書格報的郵件說 將會在全球上随入於10 其實副手也自動離職 受這個影響 特斯拉在昨晚也跌了5% 在2024年到現在,特斯拉已經跌了 跌幅相對比較大,差不多跌了35% 特斯拉在2024年的交付量是不得預期的 老闆馬斯克也說了 要推出無人駕駛出租車壓 Waybo Taxi 而且要提高Moboy的全體價格 無論推出無人駕駛出租車也好 或者可以提高Moboy的價格也好 其實新聯汽車整體來說 市場的容量就這麼大 而且競爭非常大 所以我們看不到新聯汽車 還有一種業績的增長預期 這種背景之下,即使你提價也好 或者增加其他新的系列也好 基本上打不開月積的上升空間 所以特斯拉在現時的情況下 依然是一個下跌空間 與其來講 如果從大級別的資料去看的話 它還要回到150元以下 才可能有講企穩的一個預期 所以短期來說 暫時還是從官網為主 不要輕易入帳去買特斯拉這種類型的股票 好,謝謝各位同學 好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 strikes一下